40岁柳妍相亲,看清男方的年龄,才知女明星在婚恋市场的竞争力。 外界对于女明星的印象,都是又美又有钱,工作搭档都是大帅哥,见到的人也多。 桃花运应该很好,肯定不愁假,即使是一直单身,也不会是因为找不到对象,更不用说有一天还需要去相亲来找男朋友。 没有想到在某个真人秀中,网友就见证了柳妍参加相亲的画面,简直刷新了外界对于女明星的认知。 有两个,一个是和柳妍同岁,同龄很正常,一个是比柳妍小,而且还是小了整整12岁。 这个年龄差,在现实中的婚恋市场实在是少见,很少有女孩子愿意和小自己12岁的弟弟相亲,也很少有男生和大自己12岁的姐姐相亲。 看来女明星在婚恋市场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,男生极有可能是因为欣赏柳妍,才愿意来相亲的,而且在交谈的过程中,感觉对柳妍很有好感的样子。 果然女明星优越的颜值和气质,可能是因为保养的好,在相亲市场并没有什么年龄界限。